我們大家一起可以在今天來受安息聖日 享受這個神所祝福的日子 今天要以有福在遵行的人來跟大家分享 願意遵行的人 其實就是願意順從的 順從是一門學不完的一個課程 聖經的記載讓我們要順從神的命令 神幫我們安置在整個生活的環境當中 那我們怎麼樣在神的命令中可以得到喜樂 那一切生活當中也在神的命令當中可以得到安樂 那為什麼要順從神呢 神在聖經裡面給我們很清楚的一個說明 那神也有很清楚的理由來告訴我們要順從 那我們來翻開以賽亞書五十五章 七節到九節 七節到九節 我們一起念第七節 我們一起念第七節 天怎樣高過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義民 這裡說到神的意念跟想法 這裡說到神的意念跟想法 所以神的計畫非常奇妙跟奧秘 絕不超出我們人的意念跟想法 所以神的計畫非常奇妙跟奧秘 神的作為很多事並不是我們今日馬上可以了解的 要看我們有沒有這個膽量來順從 要看我們有沒有這個膽量來順從 我們能夠完全來順從神的想法 我們才有機會來明白神的作為 來瞭解神的能力跟智慧 聖經裡面約瑟是一個很順從的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他順從神的命令之外 他更順從神所命定的人 他在一生從他成長一直到出了成人之後 他所遇到的一個過程跟人 最開始是他的兄弟弟兄出賣的他 當他邁到埃及之後 他又被他的主人所陷害 最後還下到監獄裡面 這種種種的所有的一個事情 他並沒有為自己來深淵來訴說 他也沒有去恨有些人忘記了他的話 他寧願自己含冤受辱 一直到他最後他明白神對他的一個安排 所以當他最後他的兄弟來向他認錯悔改的時候 他說出了一段他對神所非常了解的一段話 他說出了一段他對神所非常了解的一段話 我們來看創世紀五十章 創世紀五十章十九節到二十節 十九節二十節我們一起念 約瑟瑟對他們說 不要太怕 我請您代替神 從前你們的意思不要害我 在神的意思原是好保 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冠军 这是约瑟在他兄弟跟他认错悔改的时候所说的一段话 他约瑟在后来为法老结盟之后 在神的安排之下他都可以当上了宰相 他不但解救了当时的埃及权力 最重要的他拯救了他自己家族的所有人的性命 这时候他很清楚了 他想到了这个过程是神美好的一个安排 这也就是神的旨意最显明的时候 这也是当初他完全没有想到的 那证明我们刚刚所以赛亚书所记载的 神的意念真的是高过人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借由约瑟一个人他能够顺途来跟从神 他后面的影响是多么的大 他拯救了整个以色列人百姓的性命 我们知道圣经里的话是神的命令 我们一定不敢违背 我们一定不敢违背 但是在现实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们的心常常让我们对很多事不能够顺入 很多都是从人而来甚至是从撒旦而来的 我们往往要等到说能够看见神的一个命令 神的旨意很清楚的选出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顺途 所以当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 其实不管是好是坏 可能是很荣耀的事情或者是很痛苦的事情 都有一定他的来源 都有一定他的来源 那没有一件事情是一个偶然来临到的 我们要认定这一切事情都在神的一个掌握当中 这些事情就算是一件最小的事 如果不是神的一个许可 也不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再来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加南地之前 这是一个很让我们可以值得看的一个例子 以色列人当他们在出埃及之后 他们来到接近加南地的地方 这时候他们希望派出了探子来先探勘这个加南地 神也允许他们去探勘这个加南地 这时候他们就选出了十二个人选 那这十二个人选并不是一般的人 他们都是组长要成为首领的人 我们都是要成为首领或是组长 都是一个身为一个领导的一个人物 那当他们这十二个人去窥探加南地的时候 他们带回来的报告有两种不同 截然不同 那里面只有两个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是报美好的一个讯息 那里面只有两个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是报美好的一个讯息 那另外十个呢他是报的不好的一个讯息 那另外十个呢他是报的不好的一个讯息 我们都知道加南地是神所应许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美地 他们已经快要进入加南地之前 好不容易要得到神所赐福的一个 美好的地方 但是这十二个人里面居然只有两个人 他们相信神会与他们同在 他们相信神会将这个地赐给他们 他们相信神会将这个地赐给他们 但是另外十个人他们竟然害怕于他们所看见的这些外邦人 他们觉得很可怕不敢上去 所以当他们把这个讯息带给了以色列百姓 所让所有的百姓引起的反应非常的大 他们竟然开始发怨言 想说为什么要离开埃及来到这个地方 来害他们可能会死在这个地方 甚至他们想另外立一个首领来带领他们 而且更严重的是他们想要把加热跟约束亚人两个人打死 而且更严重的是他们想要把加热跟约束亚人两个人打死 所以这个过程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 他们经历了神给他们那么多的恩惠跟神迹 而且神给他们的恩典这么的大 我们刚刚说十二个探子都是属于主长跟首领的一个身份 但是在信仰的建议上面他们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基础 十二个人里面竟然只有两个他们愿意相信神会跟他们同在 所以神真的是发怒 要来惩罚他们 我们看民宿记十四章 ений没有没有 民宿记十四章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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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章十一节我们一起念 对摩金说 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 我在他们中间 行了这一切的神迹 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 神为什么这么生气呢 这里讲到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地一直到现在 神在他们面前很清楚地显出了多少的神迹 但是他们对神的了解竟然只有这样 我们以人类的一个数学的一个算法 那竟然是十个人对两个人 十个人大部分是不相信神的 只有两个他们愿意相信神 这是一个很不成比例的一个 那所以难怪神会如此的发怒 他们在以色列百姓里面所显的神迹 竟然没有在他们心里建立他们真正的信仰 但是摩西为这些百姓代求 然而神也应语了摩西 虽然愿意赦免他们 但是神对着不信的人 他们不能进家 重点就是在这些不信的人 这些不信的就是不顺从的人 也就是他们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命令的人 而且神要他们重新再回到旷野的路上 继续来受这个旷野的一个磨炼 而且神对他们的一个惩罚 让这个二十岁以上的男人都要死在这个旷野 而且这些报不好讯息的十个探子 他们都死于在瘟疫 所以以色列选民他们很不容易的来到了迦南地的附近 他们竟然在这个时候不信神会继续的带领他们 我们刚刚讲这个不信就是不顺从的人 那顺从的人他能够真正的进入迦南地 这个事件在西伯来书也特别给我们一个教训 我们看西伯来书三章 西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 西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 我们一起念 十二节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遇尊者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神底气人 总要趁着还有近日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出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 我们再看十九节 十九节 这样看来 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幸的缘故了 是因为不幸的缘故了 同时 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幸的缘故了 但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现在我们再看一张 只要到十九节 在这里的人所在的语言 以后教授的语言 这里主要讲到就是不信的人 西伯来书引用这不信的人的一个点故事 来自于以色列人他们不进迦拿地的事情 就是以色列人他們在這個時候 他們不順從神 他們不進入加南地 而遭到神的憤怒跟懲罰 所以我們知道如果你不信的話就是不順從 他們很可惜在這個時候 他們竟然不能夠信靠神 他們花了那麼久的時間 神在一路用雲柱跟火柱來帶領他們 讓他們的飲食生活需要都能夠得到飽足 就差這一步要進入加南地 竟然大多數的人他們都沒有辦法在信靠神 這是讓我們覺得非常可惜的地方 但是這也是讓我們可以最值得來警醒的地方 我們怎麼樣在信仰的道路上能夠步步的來謹慎 能夠真的一路來依靠神走下去 所以當事情到我們所有人的身上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能夠依照我們的信仰的建立的基礎 能夠來面對神 能夠把盼望儀式一樣的放在神的身上 能夠把盼望儀式一樣的放在神的身上 在聖經裡面記載了約伯 他一樣在這個所有的苦難當中 他雖然遭到了神所應許撒旦給他的一個攻擊 但是他可以看見這就是神的一個作為跟安排 所以他一樣可以發出一個對神的一個讚美的聲音 我們看約伯記一章二十一節 約伯記二十一章 約伯記一章二十一節 約伯記一章一章二十一節 一章二十一節二十二節 二十一節我們請念 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要赤身归美。 尝试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在这一切的事上,越果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遗忘。 这是约伯在他面对苦难所发出的一个赞领。 他很清楚这一切都是神所自然。 所以我们在遇到所遭遇的任何事情,可以透过这些事情来看到神的作为。 所以不管事情是顺利,我们并没有骄傲。 如果事情不顺利,我们也没有埋怨。 事情顺利,我们不因为是自己的能力。 那不顺利,我们也不把这个事情归咎于别人。 因为在我们一生当中,要遇到的事情,大大小小非常的多。 很多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神的作为。 这样我们的心就会一直跟这些事情卷在一起。 这些喜怒哀乐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安心。 会让我们一直卷在这个世上的一个俗世当中。 我们也没有办法听到神的一个声音。 所以我们应该更顺从的来跟从神。 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存在我们的心里。 其实最重要的是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之后。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他释下了圣灵给我们。 这是我们新约跟旧约最大的一个不同。 旧约的圣徒他们凡事要遵神的命令而行。 我们不但要遵从神的命令。 更要凡事顺从圣灵的引导。 我们只有靠着圣灵的帮助。 更可以来听到神的声音。 因为这些俗世烦恼, 让我们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让我们静下来。 就像我们生活在这个都市当中。 其实你很难听到一个树上的一个鸟叫的声音。 但是当你钉到一个森林里面。 没有这些都市这些人车吵杂的声音。 你就可以很容易听到一个自然里面这些鸟叫的一个声音。 让你因为你可以在一个安静的一个当中。 在你心里可以很平静的一个状况。 才听到这些声音。 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面也是一样。 当神赏识着宝贵的圣灵给我们。 我们不要让这些事情来掩盖了神给我们的圣灵。 我们怎样可以能够常常的静下心来, 来倾听圣灵的声音。 可以安静地来顺从圣灵的引导。 因为我们只有靠圣灵的行事来顺从。 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一个信仰道路上面。 我们不会放纵肉体的一个情欲。 圣经里面说,顺着圣灵杀种的。 所收割的才是永生。 如果我们是顺从肉体的, 我们就会被所收到的就是败坏。 所以我们在这个道路上不要让圣灵担忧。 我们顺从圣灵的话,圣灵就会替我们担忧。 圣灵会替我们解决一切所有的问题。 所以顺从呢,是放弃自己的一个主张跟看法。 能够坚持对神的一个根从。 像我们刚刚讲的十二个炭子里面的加热。 我们来看民宿记十四章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念。 十四章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念。 我们一起念。 唯独我的仆人佳乐。 因为他另有一个心智, 专一跟从我。 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 他的后义也必得那地为业。 这就是加热的一个表现。 他能够立一个心智专心的跟从神。 神特别在这个地方提出来。 这样的人可以得到神所示的产业。 因为他一心的跟从,一心的顺土。 就像我们刚刚西伯来书三章所记载的。 我们怎样可以坚持起初的信心。 坚持到底。 才可以得到这个基督给我们的福分。 所以这样的顺从,他并不是盲从。 不正常会得到这个业务。 像这个加热给我们的一个典范。 他很清楚的一个目标。 认定是神的命令。 像在当时的一个环境当中。 大部分人是反对的意见。 为什么他跟约书亚他们可以辞定这个他们所看到的,所相信的。 他们没有因为众人大部分的意见是反对的。 他们没有因为众人大部分的意见是反对的。 而屈服在那种环境之下。 他们能够坚持他们所信仰所相信的神。 在众人面前来劝勉他们要相信神会跟他们同在。 虽然当时甚至众人要拿石头搭死他们。 他们没有因为这样害怕而退缩。 所以这就是他们从当初所领受的信仰能够坚持到底。 他们得到的福音是跟别人所非常不一样的。 那些不信不顺从的人他们都死在旷野。 也只有他们两个可以进入迦南地。 所以神的命令是不可以折扣的。 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让我们很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让我们的心可以静下来聆听神的话。 在信仰的道路上能够不迟疑。 所以我们身边的环境可能有不断的很多的阻挡跟诱惑。 也让我们能够坚持起初所信仰的。 主耶稣也带给我们很顺从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在任何的一件事情上面都能够顺从神。 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也都先领受神的命令。 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 我们一起念。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你不信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 我们一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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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耶稣他顺从神所给他安排的任何的环境。 他顺从神所给他安排的任何的环境。 他顺服道时,甚至被定在十字架上。 他所做的,所给我们世人所看到的。 都不是凭他自己的。 都不是凭他自己的。 是凭他住在他里面的父。 所以他要我们来相信他。 他最后肉身定在十字架上,来替我们赎罪。 完成了这个世上救恩的一个计划。 所以主耶稣完全的顺从,满足了神的旨意。 他没有因为这些肉体上的一个困难。 而放弃了要救赎人类的机会。 他虽然带着这个肉体。 所以他可以借着这些苦难。 这苦难的精力,让他们能够完全的来完成这个救恩的计划。 所以这个顺从的人呢,就成为他可以得到得救的一个来源。 所以主耶稣更清楚地说。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 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念。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就是爱我。 爱我的闭门我,不爱他,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们。 你们所听见的,就不是我的,乃是猜我来知乎的道。 才好。 这里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征 守神的命令。 就是一个真正能够爱主的人 怎样能够成为一个爱主的人 遵守神的道的人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一个发热心的人 他不一定是一个爱主的人 但是一个爱主的人 他一定是有热心的 一个为主传道的人 他不一定是爱主的人 但这个爱主的人 他在不管在什么时候 他总是要为主来传当 那一个愿意奉献财物的人 他不一定是一个爱主的人 但是一个爱主的人 他一定是乐意奉献的 那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热心聚会祷告的人 不一定是乐意奉献财物的人 他不一定是一个爱主的人 他也许只是出于他外在的一个表现 他出于自己的一个意念 但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 但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 他一定喜欢聚会 聚会聚会祷告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爱主 我们并不是看他的热心 也不是看他多么劳苦的一个程度 那不是看他奉献多少 做了多少善事 也不是看他的多祷告 多读了多少圣经 我们要看他的行为是出于自己 还是出于神 出于神是照着神的命令跟神的话 如果不是出于神的 这些都在神面前没有价值 神也不会承认他们所做的 就像很多人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我们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节 我们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到四十三节 我們請念二十一節 我們稱呼我主啊 主啊 主啊 不能都進天國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義的人 才能進去 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 主啊 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 奉你的名甘鬼人 奉你的名許許多義女們 我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 離開我去 所以這段經節是我們常常很熟悉的一段經節 所以當這些所有的行為不是出於神 不是遵循神的旨意 往往自以為對主付出了很多的愛心跟熱情 做了很多的工作 他們並不是為了主的名來做的 所以這一切都會變成突然的功 所以怎麼樣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來做神的功 這才是一個遵行最主要的核心的地方 所以我們不要因為一件事情小而不做 就算是我們聖經所舉的一杯涼水的一個事情 你給人一杯涼水的這麼微小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是出於為神的做的 這樣的事情神也會紀念 一樣可以得到賞識 而不是說你嘴巴做了奉主的名作 但是並不是出於遵照神的旨意 所以我們怎麼樣可以來在遵行神的旨意 也就是要順從 這是我們得到福氣來的一個根源 但願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順從神的命令 能夠成為一個蒙福的人 讓神將所有的恩典福氣加給我們 加給喜愛喜愛神的人 那我們今天早上的聚會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再來唱詩兩百二十八首